你们眼长我手上的这个金刚九眼神 很久了对不对 在我们这边的话 金刚九眼神是我们的一个护身符 你们知道金刚九眼神怎么做吗 今天我请我阿妈教你们去做吧 首先呢我们去洗个手 点个脏箱 洗完手呢我们就直接点个脏箱 然后就开始做金刚九眼神 表示起伏 大家看一下 爸爸手上也有个金刚九眼神 我手上的 还有妈妈手上的 然后妈妈现在再做一个 给大家看一下怎么做啊 做的时候直接拿个 黑色和白色的毛线来织就行了 就外面和里面放到那边 然后这边 这样子还是挺简单的 然后我刚刚学了一下 把我们的这个外面 把外面的白色和这边的白色弄到这边去 然后这个弄到这里 两个黑色拿出来 然后这边按压住 按压以后这样 然后还是老规矩 反正黑色和白色都一个样 看一下我们的金刚九眼神已经做好了 他的话有九个眼睛 他还是很有藏族特色的 大家看到没有 其实他做的时候还是挺复杂的 我刚开始以为他说 只往那个方向去做啊 做眼睛的时候又有点复杂 然后佩戴的时候 脚踝上呀 这些的就不要戴了 一定要佩戴在这边 不戴的时候 可以往这个柜子上呀 高处那边放 我们藏族人觉得这个是一个辟邪的一个东西嘛 所以就很神圣的 而且听说就是三五天只能做一个 做多了对自己也不好 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如果觉得这个已经很旧了 就是用刀火机把它烧掉就可以了 好了 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拜拜 喜欢看我视频的朋友们 可以点击下方订阅小铃铛持续关注 还有ins和facebook 也不要忘记关注哦 谢谢大家